日本歸還大紅貓,中國男走駕撞日本男 俄租友邦印度疏遠,澤連斯基賺軍備生產可觀 中共在南中國海遭到多國針對,專家解讀 法國連他中共學者簽證,阻其學術滲透 大陸脫口秀演員,周奉職長生活如牛馬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頭條,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3日 觀眾朋友,我們每天都收到很多來自健康520的正面玫瑰 今天分享的是來自西亞圖的黃小姐 她有家族遺傳的高膽固醇問題 服用了三高代謝寶之後,她的膽固醇從160降到120 三高代謝寶不僅針對三高問題 還能調節內臟功能,幫助身體恢復平衡 提供長期的健康管理 如果你亦在尋找一款天然的健康解決方案 不要錯過健康520的三高代謝寶 接下來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最近一名中國男子在入住日本的酒店時 在櫃台詢問其中一名員工是否中國人 對方回答是台灣人 該中國男子指對方是台獨,最後決定退訪 中國人在日本連續出現兩起車撞日本人致死的事件 而日本歸還中國的大紅貓,而被認為在釋放信號 9月29日,X平台熱傳短片顯示 一名辦理入住手續的中國男子 對著櫃台一名自稱是台灣人的員工拍攝 並追問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嗎? 對方答道,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我們不要談論政治好嗎? 該男子情緒激動,一定要逼那位員工表態 最後拍片男子說,我退訪都不住 然而不少網民批評該男子這麼無數則的行為 只會損害中國人的形象 留言道,何必到處問這個問題呢? 只能自取其由 又是想吃流量密碼 還有人將影片配上日文字幕協助港全 另外,當地時間10月1日上50點左右 34歲中國籍務業女子傅曉勳在窄房時 駕車撞上一輛接送老人日託護理服務的汽車 3人被送往醫院 91歲的昇超子女士不幸身亡 警察當場逮捕了嚴犯 傅曉勳承認是自己忽略了停車標誌 9月29日凌晨,日本棋育園一個十字路口 一位18歲的中國務業男子剛喝完酒 帶著朋友在單行線上逆行 撞上村口市一名51歲的男子致其死亡 事後駕駛員被朋友先走 自己流下來應付警察 警方以將嚴疑內容更改為涉嫌危險駕駛致死 正在進一步調查時發事的情況 近日,一名廣東南發短片稱 如果所有中國人一個月不買日貨 日本將有數千家企業倒閉 日本將有一本人失業 如果所有中國人一年不買日貨 日本經濟結構將徹底瓦解 結果,最近中共駐日本領事館 和山東青島國境中心 在日本名古屋舉辦時尚商品展覽會遭遇尷尬 展覽會異常冷清 有人敢勸禍,這就是仇日殺死日本人的代價 中國人的災難才剛開始 9月29日出生在四川的兩隻大熊貓 作為中共熊貓外交項目的一部分 在2011年2月被送到日本 他們原定等到2026年2月 據稱因這兩隻大熊貓健康問題 決定提前送還中國 有人認為,日本的軍艦都到台灣的海峽 明顯要撕破面 日本小朋友的避害事件太傷害人艦 這是一個明顯信號 有人回覆到,這是釋放脫歐信號 近日,瑞典經濟學家艾斯倫德指出 俄國的運作模式正在變得難以維繫 俄國正在面臨金融、技術和人口障礙 同時由於制裁影響 俄羅斯無法向國外借款 必須依靠稅收和儲備生存 而且政府無法在國內出售很多債券 隨著時間推移,西方也在通過二級制裁關閉渠道 時間並站在俄羅斯這邊 艾斯倫德表示,普京今年可能會在戰爭上 花費約1,900億美元,達到俄羅斯GDP的10% 而烏克蘭在對抗俄國作戰的領域 每年花費約1,000億美元 一半來自國內預算,另一半來自外界援助的軍火 目前俄國將石油廉價賣給中國和印度為系收入 但俄國的傳統友邦印度近期也逐漸疏遠俄國 日前,印度宣布退出俄國的北極液化希爾號項目 原因是他們不會購買任何受制裁的商品 此前媒體還傳出消息說,印度在購買俄國軍火的同時 私下對烏克蘭提供大量軍火援助 這樣的舉動已經持續超過一年多時間 這反映出莫迪政府的真實立場 2日烏克蘭國防部發布帖文說,烏克蘭的無人機 連生產能力高達400萬甲 澤連斯基也證實此事 並表示,剛是今年上半年 烏克蘭生產的炮火和迫擊炮彈藥 就比2022年全年多出25倍 在烏烏戰爭中 烏軍混合使用了蘇聯時代的武器 西方捐贈的物資以及一些尖端的國內裝備 烏克蘭總理什米哈爾說,烏克蘭前線使用的彈藥 有一半來自國內生產 奈特維亞外交部長指出 烏克蘭將成為北約在歐洲第二強國 烏軍將擁有戰鬥經驗 和成為最好的明確政治承諾 電信部指出,普京的多種行為已經對北約造成威脅 北約已經在黑海發現了一百多個水淚 如果俄國發起衝突,這樣北約可能難以避免全面戰爭 同日2日,俄羅斯航空可能用FAB空中炸彈 摧毀了富爾斯克地區的一個銷石倉庫 俄軍佔領了烏克蘭東部重鎮 武克萊達爾 烏克蘭軍事官員和分析家表示 雖然這次失利不太可能改變戰爭進程 但凸顯了幾乎的處境日益惡化 9月30日和10月1日公佈的地理定位畫面顯示 俄軍在武克萊達爾的不同地區 插上俄羅斯國旗並自由活動 烏軍在2日的聲明中表示 為了保護軍事人員和裝備 他們正從武克萊達爾撤軍 有關烏克蘭撤軍的廣泛報道表明 烏克蘭的大部分部隊可能避免被俄軍包圍 從而幸免了更大的傷亡 中共在南中國海的野心不斷發展擴張 地緣威脅波及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多個輪郭 越南官方媒體近期說漁民海上遭嘰打 地方官員直言此舉是中共所謂 馬來西亞也可能不顧中國反對 在南海區域轉探引發外界關注 2日發新社引述當地媒體報導 多個越南漁民在中越有爭議的西沙群島遭不明人士嘰打 價值數萬元的魚類和海上設備資產被掠奪 地方官員指出,航空者來自中國 而且船上掛著中國國旗 越南天鋒報道,大約40人參與了維歐漁民奪取資產的行為 導致3個受害者手臂和腳骨折 受害者說,這些人用鐵棒打人 搶走了價值2萬美元的資產,此舉引發越南民間憤慨 還有另一艘船隻被中共人員搶走了12,200美元的設施和魚類 也是在當日,馬來西亞與北京當局的爭議海域爭端也在升級 亞洲海事透明昌議組織說,在最近 中共海警船隻準時肯與馬來西亞爭議海域作業 大部分時間都在盧康尼亞淺灘附近巡邏 但作為回應,馬來西亞不僅在爭議區域 繼續進行現有的石油和天然氣學木活動 還擴大了陷探範圍 據悉,儘管中共海警施壓,也施下敦促馬來西亞 停止盧康尼亞淺灘附近的能源開採活動 但馬來西亞致虐網民,這可能會導致兩國的關係下滑 另一方面,柬埔寨也說邀請美軍艦艇 進駐中共斥資幫忙建設的港口 以證明該港口不是歸中國所有 美國防長奧斯汀今年6月份回見了柬埔寨領導人 談論了回復軍事訓練交流的事項 相關合作仍然常待推進 菲律賓通訊社報導說,在與北京關係快速惡化的情況下 菲律賓海軍日前接收兩艘以色列製造的阿塞羅級導彈快艇 以提升海上防衛能力 由於近期中非兩國在南中國海發生多起武力摩擦 此舉被認為是直接應對中共威脅的表現 知名自媒體China Insider主持人David Zhang評論指出 首先我認為,菲律賓作為在南海受到中共威脅最嚴重的國家 它這次收到導彈快艇 我認為它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武裝好自己 包括在捍衛這個南海主權問題上 和在未收到美國支援之前 要有一定的這種能抵制性,或者說是制衡性 但對其它國家,包括越南、馬來西加、新加坡等國家 我覺得它們會間接地發現中共在南海所造成的威脅 不只是在局域,就是一個地方 而是它要稱霸這個區域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國家不得不選擇 做出最後的一種選擇 可能在長期被袁華在中國的這個經濟很好的時候 它在這種經濟利益的壓力下 它沒有辦法去對這種主權上做出很強硬的態度 但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它們對中共的依賴性減少 我們看到這些國家的聲音反而更加強烈 David Zhang指出,其實這次在越南 地方官員所指暴力行為是中共所為 這意味著,北京正在遭到輪郭的反感 也是最直接的一次 北京測試洲際導彈 還有對菲律賓的一些做法 其實是越來越令其它周邊國家反感 而我相信我們會接下來看到一系列的 可能雖然不是很直接 不像菲律賓那樣那麼直接 但是會有間接性的去釋放一些信號 也就是說,輪郭對中共的這些所作所為不滿 我覺得這是我們看到的最近一步 那麼中共的野心呢,它肯定會持續發展 因為它要在台海方面或者說在南海方面 它一直要保持它這種所謂的戰狼模式 或者強硬模式 這是它不會改變的 因為它必須還要給國內做出一種解釋 就是它所謂稱的這些主權地區 它要進行這種所謂的捍衛的 但是其它國家看在眼裡 它就會覺得 這是中共要試圖打破這個世界秩序的一個 很直接的一個動作 據法國情報在線近日報導 法國拒絕向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南亞研究所所長胡士勝發放簽證 此舉表明,法國日益關注中共的學術滲透 與影響力活動 胡士勝原定參與巴黎地緣政治學院 9月20日舉辦的西藏與中印關係研討會 卻在最後一刻遭距 該研討會也因使用了中共主張的西藏 而非國際上慣用的Tabek 而引起學界爭議 不過中方代表團另外四名成員 包括中國西藏研究中心副總幹事澤洛等人 仍成功獲得簽證 但胡士勝最終被迫流行北京 因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直接隸屬於中共國安部 並接受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監督 這個應該是他簽證遭拒的關鍵因素 此事表明,法國情報部門正密切關注中共滲透 並試圖讓隸屬於中共情報部門的研究人員遠離巴黎 避免他們進入重要實驗室或參與敏感活動 此外,據情報在線9月23日的報導 一名中國教授兼研究員 原本已經獲得法國、國立高等工程技術學校的聘任 並獲准到一間被列入科學管制名單的實驗室進行研究 這名中國學者曾經在以色列工作 並在夏季前往法國駐耶路撒冷總領事館 提出人才護照的長期簽證申請 但申請在6月初被拒 該學者向行政法院提起上訴 在8月的聽證會上 法院出示法國情報單位的報告表明 此人的工作屬於軍民兩用領域 對法國的國家利益構成風險 這名學者曾在西干西北工業大學進行研究 該大學遞屬於中共工信部 專門從事航空、航天、航海等軍備研究 他與另一位中國學者 在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進行了合作研究 據稱該大學的機械學院與中共解放軍積極合作 在聽證會上 法國內政部的代表向法官表示 所有與中國或與中國研究者的正式或個人合作 都應該受到審查 中國大陸網友常用牛馬、韭菜、人礦 來形容被生活所迫、被公司驅使做艱苦勞動的人 最近,在脫口秀和他的朋友們節目上 脫口秀演員徐智勝嘲諷到 自己的工作不穩定到什麼程度呢? 有一段時間,公司只有他一個人在賺錢 就打工打出了一種創業的感覺 一睜開眼,好幾百人等著我吃飯了 他還說,自己在公司做到了牛馬的天花板 公司首席牛馬官,C牛馬歐 惹得觀眾們一片大笑 網友很快將徐智勝這段表演 造成短視頻在網上熱傳 有網友說,他將公司的狀況說得如此生動 自己成了賺錢主力 這個C牛馬歐做得不容易呀 但就是令人忍不住點讚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日前報導 從事太陽能產業的青年工人 化名江寧表示 由於經濟危機 現在我們工人的待遇越來越差 牛馬類似於韭菜和人亢 這些流行語表達了工人們遭受的惡劣待遇 除了牛馬、人亢之外 早前還有社畜、半專人等詞 也常被網友用來描述上班族相似的處境 曾在大陸一家啤酒公司 做全國市場總監的張潮說 員工迫於經濟形勢 往往不得不接受加班的要求 公司內部越是基層的工作 超時工作的時間越長 已經是家常便飯 即使好像他自己做到了 這家有1500名員工公司的 全國市場總監的位置 但他覺得仍然沒有擺脫牛馬的位置 他說如果老闆對你比較信任 這時候你可以將自己理解為一個高級牛馬 就是說能夠稍微帶一些思想 但最終將朝選擺脫牛馬的地位 離開了這家公司 他分析說中國企業的狼性文化 只是助長了員工的牛馬處境 講白了就是大家團結在一起 多加班、多吃苦 還有一個在精神層面講得更清楚 一個團隊只允許一種聲音 當有人提出質疑的時候 那往往是矛盾的爆發點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 多謝收聽 今次新聞播報完 感谢观看